本期我们继续盘点赛文奥特曼中的怪兽 24阿依安洛克斯 阿依安洛克斯的原型是以二战时期大核号战略舰设计的 阿依安洛克斯原本沉在海底 被咪咪星人发现并进行改造 阿依安洛克斯全身黑色 最高的地方是指挥台 前面两边也有炮台 还能发出镣铐困住敌人 阿依安洛克斯不能停留15分钟 一旦超过15分钟就会自动爆炸 25咪咪星人 咪咪星人全程没有现身 只出现了飞船的影子 咪咪星人的飞船是五角星形状 颜色跟斑马的一样 黑白相见 26布拉克星人 布拉克星人是橙色星球 来的怪兽 布拉克星人除了比普通人强点 基本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布拉克星人非常喜欢吃红袍子 为了这点红袍子 布拉克星人开着飞船在宇宙中到处寻找 27夏德星人 夏德星人是金属机器人 身上穿着红 白 黑三种颜色的衣服 夏德星人本来想炸毁 地球防卫队超级军用三号仓库 途中却被一位老头占卜师发现 为了不被发现 夏德星人伪装成出租车司机 把占卜师绑架 28加布拉 加布拉是夏德星人操控的机械怪兽 加布拉造型是根据狮子制作的 因为是机械怪兽 就算被砍掉头颅 也能继续战斗 加布拉嘴里的牙齿 还有高浓度的剧毒 只要被咬伤一口 八万头大象就会当场丧命 29加南星人 加南星人是生活在北极领域的怪兽 加南星人穿着黑金颜色的衣服 头部是昆虫制作 加南星人是在极低生活环境下生存 来到地球在北极安插落脚点 平时把火箭变成灯塔的样子